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现在进行商业插画的第三讲 现代插画形式 前两讲主要是进行一些中外插画历史的一些探讨 咱们这节课开始进行一些现代插画的一些形式 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插画它会应用在哪些领域 比较常见的,咱们现在开始讲解 第一个就是商业插画的招贴插画 招贴插画它应用范围就是特别广 比如说户外广告、街道、商业区、公园、车站 它都会有这样的商业海报的形式 或者是电影、招贴,对吧 它都会有 所以说这个商业插画它应用范围特别广 而且它的时效性会短一些 比如说这个电影下线了 对吧,它这个海报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或者这个歌剧它结束了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海报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这个海报这个创作上面插画的这个更新这个率还是会快一些 包括刚才咱们看过的商业插画海报 好,现在是一些公益类的海报 这个包括福田凡雄画的关于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包括这个人与自然 对吧 然后人性的一些探讨 这个其实都是公益类的 好,刚才比如包括讲咱们公益类的 它更多的就是能够启发民众 对吧 然后在创作上面思路也会比较广一些 画的好的画 做的好的可以就是还是很深刻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文艺类的海报 比如说这个就是就是民俗啊 或者是钢琴啊 是吧 然后爵士乐啊 包括音乐节 对吧 它就行一些创作 在这个感觉上面 艺术的感觉上面 然后也会灵动一些 地产类的现在的插画应用范围会更广泛一些 因为现在的地产 他也在追求个性跟这样的一个知名度 然后他也在不停的去提高他的品质 这样的话在插画上面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 他能做的 比如说他在宣传自己比较很自然 是吧 很舒适 他就可以用插画的很多形式来表现这样的一种特质 而且效果会非常的好 电影类海报 这也是咱们刚刚讲过 他的这种海报形式能够达到现在电影里面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可能会比电脑制作出来的这样的海报能够更吸引人 而且更能体现这个海报 他这个电影他本身这样的一种价值就说一些比较文艺类的对吧 然后海报他做出这样的手绘类的可能更接他这种商业的底气 在商业插画里面 包括产品包装插画 这个是农户山全当时做的一款插画卖的非常火 然后在商业里面 当时矿泉水行业 他们也算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然后收效也特别好 在食品包装上面 这是迪斯尼出的月饼 然后也是烫金各种效果 然后插画上面应用起来 然后效果也非常好 烟草包装 现在的烟 这个包装也是越来越烤旧 现在在北京有这么两家做专门做烟草包装的企业 比如说这个一个烟草包装 它可能设计费上就要达到四五百万这样的一个费用 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商业上面 它烟草上面 它呢这个发挥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大 而且还可以得这个红年奖 食品包装大家就见的比较多了 比较说稻香村啊 是吧 蜂蜜啊 鸡蛋呀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包装都在使用插画 能让这个产品它更接自然 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来它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本的这种含义 人文主义 日用品包装 它在整个行业里面也是应用比较广泛 而且它在整个设计上面可以更好玩一些 是吧 然后在整个往货架上一摆 其实你就发现了 如果能做成插画类的包装 在整个这个蓝蓝绿绿啊 红红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货架上面 这样的就是特别抢眼的 所有的这些插画类的这种设计 在商业上的设计 它都是为了能够提高销量嘛 跟其他这种不一样的 跟种或者是量产的 比较工业化的这样的产品包装 外表能够拉开很大的距离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收获更多的这样 粉丝或者是销量 插画里面还有比较运用比较多的 像这种杂志的插画 比如说文者读者啊 还有这些文摘类的 都可以跟大家说这样的包价 我们都做过很多这样的一种商业的稿子 像这样的一张插画 可能在这种杂志封面 杂志内页里面只有 一两百块钱 或者两百三百块钱 多的话 顶多就是三百块钱 来画这样的 关于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插画 POP广告 更多的会出现在食品 然后这一些促销上面 现在应用的可能不会很多了 但是在一些比较文艺的酒吧呀 一些糕点房啊 还是会看到很多这样的 比较有创意的POP广告 第二点咱们就说商业插画 第一点就是所有的 商业插画的一些应用 第二就是在书籍绘画里面 插画的主要的一些表现形式 第一种就是绘本 比较著名的 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大师 让进行创作 它主要就是分成儿童绘本 或者是承认绘本 儿童绘本就是给这些0到13岁 或者0到14岁的小孩来看 然后承认绘本的话 一般都是在成年以后看的 像鸡迷漫画 对吧 它更多的就是承认绘本 昆宁布雷克 这个是公认的 在世界范围内都很著名的绘本大师 然后他画了很多这样的绘本 在中国境内都已经被就是引进了 安东尼布朗 他近些年在就是像他做的一系列 我爸爸呀 我妈妈呀 都是在中国很畅销 而且他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牛的一个画家 他自己画的这些东西是神手大家喜欢 刚才说的鸡迷漫画就是一种成人类的 成人类的基本在表现就是都市情感 对吧 人物情感上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启发跟借鉴作用 夏达 他现在比如说做的很多关于故事类的 很多小说类的绘画 然后也比较多 这是网络小说的绘画 比如说在杂志中是吧 这个也比较常见 就刚才说的这种文摘类 这个可能会更时尚一些 在这些时尚类杂志 还有很多文艺类杂志里面 会有更多这样的插头出现 大概他这种报价也都会是在 比如说500到1000块钱之间 一张 散文诗歌中的插画 左边这四幅都是顾成的诗歌的插画 自己画的 右边这是孩子画的 对他的诗作 对他的作品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玩 或者是他自己认为的最贴切的这样的表达形式 其中有比较牛的就是像西木龙 他自己写的诗就很美 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个专业的画家 那对他自己的创作来说 肯定更是如虎添翼 接下来就讲一下民俗插画 像马韶 这个是在西安 是石膏 石膏外面进行一些涂抹 一开始主要是也是一种祭司 跟驱鬼啊 这样的相结合 后来已经发展成比较好的一种装饰品 像农民画 这个真的就是农民进行绘画的 而且他颜色呀都比较纯朴一些 然后现在装饰感比较强 像面具画也会在很多地方比较流行 像云南呀 这些地方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特色产品 年画 现在很多老人家里也都会白有这样的一种创作 比如说这种门神 对吧 然后这样送子图都会年年有余 唐卡 这个是比较在西藏这边有专门的这样的僧侣进行创作 越来越被现在的艺术所认可 而且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佛像画 儿童文学的插画 就是对于世界民族的一些故事类的这个小说类的 这样的绘本或者文学进行这样的配图 而且种类会非常多 科教书中的插画 这个咱们就见了比较多了 第三个就是电子游戏插图 这个在当下是比较火 比较热门 就是针对一款游戏 对它进行一个场景的绘制 一般用电脑像CG这样的 比如说这种漫画形式的 第四个要讲的就是咱们的涂鸦 用在服装啊抢会啊 这个都特别多 尤其是不得不讲的就是 基斯哈林 他是美国艺术家 涂鸦艺术之父 由他开始涂鸦 真正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开来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人 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 就离世了 但是他作品非常达量 而且在影响了几代人进行为之 进行创作 所以说他是在这个创作上面来说 已经是到了一个鼻祖的阶段了 这是他创作的一个小人 这个当时最出名的一个 以涂鸦的形式表现的这一个儿童 像涂鸦的这种装饰性的室内设计 是吧 然后涂鸦像这个在饭馆里啊 客厅啊 卧室啊 墙壁啊 这现在都是越来越广泛的去合作 像阿迪达斯 耐克 他们都每年会邀请很多这样涂鸦艺术家 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新品发布会 或者是其他一些一些产品发布会上 就会有更多的涂鸦来表现 他们现在运动这样的一种精神 然后在一些像雪佛来汽车啊 也都会在新品发布会上 有这样的一个涂鸦表现 现在越多越多来表现这种动感跟自由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